好創下 刚刚看到的是 印度最大的网络媒体的 国防授权法案的报道 这里头提及的是 美国方面援助乌克兰跟台湾 主要当然是军事跟国安的协助 而同时美国国务院 事实上也直接成立了中国办公室 2023年即将到来 所以美国是卯足了拳击 全方面针对中国 刚通过了2023年国防授权法 除了我们已经讲过的100亿美金 无偿的提供台湾援助 然后还有学人法案 要派人来学习台湾的思维模式 决策模式之外 另外在这场国防授权法院 国会还加了一个附带条件 要求美国要完成2024年 他们先前要求邀请台湾 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 所以是不是明年也会做这个准备 也是大家有关注的 除此之外国务院也动起来了 5月的时候布林肯就说 要专门成立一个针对中国的一个单位 现在要正式成立了 简称中国所 它的全名其实是叫做 中国协调办公室 要把国务院下面所属的各部门的中国专家 要去处理跟中国有关的国际安全 经济科技 还有战略外交 所有相关的事情 通通要纳进去 由一个统一的办公室 大家来协调 做一个统一的步调 而主旗逝者会是亚太助兴 华志强 正是这里面到目前为止 也有一件事情是看出美国的态度 比较特殊的 或是一贯的 就是关于台湾 并没有纳入 因为过去算在两岸 台湾还是留在 美国国务院的东亚局台湾事务协调处 跟台湾有关的 所以这个符合美国 还有国务院他们讲的 一个中国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来没有实质的统侠过台湾 这个政策在美国的新的里面 也是把它弄得非常的清晰 事实上美国要针对中国 要持人力这个专责单位 是一路的部署下来 拜登一上任的时候 五角大厦国防部 就增设了一个中国任务小组 专门针对中国 CIA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成立了中国任务中心 而国会新的国会 在明年初开始立起来的时候 众议院也会成立一个 中国特别委员会 都是全方位的在针对中国 而这种全方位针对中国之后 还不够 卢比欧和史密斯 在十二月十五号的时候 又加提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叫做 明年的时候 就开始由新国会进行去审查 叫做保护台湾与国家任性法 这保护台湾与国家任性法 是要求美国的所有单位 法案通过之后 180天之内 要求美国的国防部 美国的商务部 还有美国的国务院 以及联邦所有机构 提出报告 说明美国 如果在面对中国侵略台湾的时候 你们各部门的准备和回应 包含制裁 还有援助的方案 里面在这120天里面 你要提出来非常具体的 制裁的措施 必须要能够达到 使人民解放军 在无法取得 入侵台湾所需要的油料 天然气 弹药的军事补给行动 你的制裁要做到 让中国没办法达到这方面 另外一个 你要减弱中国解放军 军工产业 生产及地送武器 这样的一个供应链 你要把它给减弱掉 第三个 还要防止 中国通过第三方 去回避美国制裁 这些方案 你都是将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180天 你美国各单位 都要向国会报告 给国会知道 创下 中国今年的冬天挑战 真的很多 一方面 病死的疫情压力很大 另外一方面 超级寒流 这一个某种程度 笼罩整个北半球 所以冻死的压力 也还在增加 最近在中国有两张地图 让整个中国那边充满着 迫不单行的恐惧 一个是中国官方气象局正式公布的 叫做全国洞窟预警地区 他们这里面就是第二波的含流打下来 而这打下来之后 目前全中国90%的土地 都在零度西以下 然后在黑龙江 还有内蒙古那边 竟然是零下 负40度西 而这零度西的线 你看拉到哪边 竟然拉到了云南的北边 广西的北边 广东 甚至福建的西边 所以整个全国 全中国都是冷的要死 冷的要死 多少人会冻死 都很麻烦 另外一个地图 是疫情 因为冷的时候 病毒会更凶 但是官方的资讯 他们也不信任 所以这个呢 是开始 其实我们有很多台商的朋友 或在大陆上都在传 那个是大陆的一些大数据专家 根据官方的资料 还有在百度去搜寻 大陆上各种传出来的 用AI大数据 做出来的预测 目前中国 因为你现在突然解封了 然后在准备工作不好 根据全世界 欧米孔的一个惯例 第一波预测感染高峰期 你会看到全中国 几乎都全踩 然后一路下去呢 到最后春节 是这第一波 这个高峰期才会过 所以他们现在跨年是跨不了了 然后春节也过不了了 内心充满恐惧 而这恐惧里面 他们最愤怒的 就是官方 因为北京到现在为止 他们开始的 直接在网络上 直接就说 在糊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现在公布说 整个中国 卫健委终于公布说 他们现在呢 全中国新增的 确诊本土案例 是1995件 然后呢 只有两个人死亡 只有两个人死亡 都在北京 全部的中国网络上 都炸锅了 所以搞到现在 怎么可能 只有北京两个人死亡呢 很多人就在下面留言了 我在旁边 就碰到有人过世了 然后呢 听说整个太平间 都排得满满的 有医院就说 他们光那家医院 这几天就不止这两个 都说中国在全面的炸锅 而BBC呢 在驻北京的记者 根据中国的微信 那有个微信网站呢 做了一个网络上的民调 在里面去留言的 70%以上 都说 他们乃亿了 所以他就推估 如果北京活动人口 有2000万 那70%以上 如果照来个数据 推估下去 全光北京 就已经2000万人 有染疫的情况 而且呢 大家最担心什么 最危险的是老年人 和弱智族群 因为没有药物 也没有打疫苗 现在该怎么办 而路透社也报告 盖茨基金会 透过很多各地方的 独立的模型小组 加上OBICON的一个数据 去推估 如果照刚刚讲的 这只是第一波 接着会持续下去 中国的整个疫情的风期 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会拖到明年4月 而在4月那个时候 最高的时候 可能死亡人数 也会有32万2000多人 所以整个中国 而且英国的推估 中国疫情 要整个开始往下压平 是三分之一的 中国人都染疫 那就是5亿多了 我会拖到最高峰的 我会拖到最高峰的